刚喷喷的鸡排 炸豆滋滋作像 整块不切 热乎乎直接装进纸袋 还有披萨刚出炉 直接装进纸盒 美式风格最对位 我得小心少有人注意 只喝纸袋内侧 肉眼几乎不可见的 薄薄一层膜 原料却是隐藏致命危机的 PFAS全服顽机物质 它是一个内分泌的干扰物质 甚至有人提到说 对于乳房肿瘤 它可能的风险 它也是很微量 就能够发生它一定的效益 全服顽机物质 防水防溶的特性 常被作为不粘锅 只带锯盒内层 但温度接触 却都是导致PFAS 容出的条件之一 接触烹调里面的材质 有一些含糖类的 否则就是醋酸类的 可能影响会比较大 我们人体的温度 只要给它磨擦 它大概差不多 40度以上的时候 就基本上这个 全服顽内的化合物 就可以慢慢慢慢地 一个释放出来 根据调查 全服顽机物质 长期吸入或长期接触 都可能对人体产生 呼吸系统 免疫系统 生殖系统等 甚至新生的缺陷问题 不为但人体吸收 几乎难以代谢 因为民众就是 温度放冷一点 减少这些油脂类的摄取 不少科学家如今 正在寻找PFAS的解方 但只有欧盟 立法限制食品中 PFAS化合物浓度 台湾食药素 虽然也长期监测 但没有相关规范 恐怕成为下一个健康隐患 就将这面玩一听 台北报道 我是戴立刚 也是气象专家 18年的气象主播位置 告诉你最准确的天气讯息 当然更重要的天气内容 就要锁定我们中视气象台 更多的新闻信息内容 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订阅